大家好,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我是林萧然 民主党针对总统川普的弹劾调查已经成为美国政局最受瞩目的大事件 国情局内部的告密者,也就是举报川普的人至今没有露面 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纽约时报昨天晚些时候的一篇独家调查报道揭露 这名国情局官员是一名男性 纽时的报道引发网友的强烈反对,认为暴露告密者的身份会很危险 甚至有人发起退订纽时推特账号的行动 由于指控川普施压乌克兰调查拜登没有足够的证据 现在民主党内部和一些主流媒体也开始动摇了 认为这一弹劾调查最终会徒劳无功 据说佩洛西等国会民主党领袖进行闭门协商之后决定统一口径 以后只攻击川普借助外国势力打击政治对手这一点 弹劾调查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告密者或许会在接下来的国会听证中露面 不过国会即将开始为期两周的休会 议员们要休假回到自己所在选区 这让民主党内部分强硬支持弹劾川普的人坐不住了 今天有多达十多位激进派议员呼吁议长佩洛西不要休会 继续推进好不容易才开始的弹劾调查 另一方面川普和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双重标准 只将炮火对准川普 而对前副总统拜登以权谋私的问题避而不谈 保守派网站布莱巴特今天还发表了一篇旧文 指控民主党存有明显的政治偏见 2016年大选期间 时任总统奥巴马曾要求乌克兰 协助调查川普当时的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 因为马纳福特此前曾为当时的乌克兰执政党提供咨询服务 马纳福特最终成为穆勒通俄门调查中倒下的第一人 因涉嫌税务犯罪和银行欺诈被判刑47个月 不过穆勒未能从马纳福特身上找到任何川普串联外国势力的证据 布莱巴特的文章指出 奥巴马可以联合乌克兰调查川普的竞选团队 为何川普就不能让乌克兰帮助调查拜登 况且拜登涉嫌以权谋私的故事脉络如此清晰 随着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内容的曝光 乌克兰国内也出现各种反应 其中2016年3月被辞职的最高检察官 维克托·肖金也出来讲话了 他这两天在美国舍府华盛顿DC发行的国会山报发表文章 指出自己被时任总统波罗申科要求辞职 背后的压力就来源于奥巴马和拜登 他特别指出 拜登当时威胁要扣留10亿美元的补贴 以此换来肖金辞职和取消对乌克兰最大的私人天气公司 布里斯马控股的腐败调查 而拜登儿子亨特·拜登 当时是布里斯马控股的董事 可以说对拜登及其儿子的调查已经是势在必行 对川普来说不仅可以掀翻这个潜在的大选竞争对手 也可以让美国公众了解到底谁在滥用职权 而事实上针对拜登家族的调查或许已经展开 根据英文大据园的报道 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已经确认亨特·拜登 是一个潜在的利益冲突来源并着手展开调查 报道中说2015年10月 中国国有企业中航工业汽车公司 收购了美国的汉海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汉海是高端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主要生产汽车密封和防震产品 参与此次收购的还包括一个 拥有10亿美元资本的私人投资基金 名为博海美华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而博海美华是中国银行的一家子公司 与拜登儿子亨特·拜登的投资公司一起组建的 现在亨特·拜登还担任博海美华的董事 奥巴马时代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批准了中航工业和博海美华 对汉海汽车的收购案 而拜登是当时美国的副总统 针对这起收购案 8月14日 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 写信给财政部长姆努钦 要求对亨特·拜登 收取中共巨款投资的问题展开调查 大纪元记者发现 博海美华为了避嫌 已经悄悄地把其网站上亨特·拜登的信息删除了 但在大陆媒体投资界转载的相关简介中 还是可以看得到 川普的私人律师之前爆料 亨特·拜登凭借博海美华 已经在中国大陆大赚了15亿美元 可以说 随着川普弹劾调查的展开 有关拜登父子与乌克兰和中国的利益关系 会更加的透明 而另一方面 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水涨船高 川普今天发表推文说 民主党启动弹劾调查之后 他的竞选团队迅速收到了1300万美元的捐款 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小额捐款 可见选民对川普的信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就在栏目下留言与我互动 我是林萧然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目的